旧东西输电线 早期称为东西联络输电线 当初新建的目的 是为了将东部剩余的水力发电 送到当时急需用电的西部 发展台湾经济 当时西部的用电 只是靠大关巨空 这个小小的水力电厂 东部还有节语的用电 很希望把东部的电 移到西部来供用 旧东西输电线 西齐海拔约1000公尺的 南投县万大发电厂 向东越过中央山脉 2850公尺的能高山 连接到花莲县同门电厂 全长45公里 早期以66000伏特电压输送 目前已生涯为6万9000伏特 民国39年冬季 台电公司由积电处长孙运玄先生 指派输电线经验丰富的 蔡瑞唐客长 兼任东西县工程处主任 由杨金丛为工事组长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 开始进行东西输电线工程 旧东西县 从万大电厂所在的 雾设到屯元之间19公里 是勉强可以通行车辆的泥土路 屯元之后 大部分都是海拔2000公尺野上的高山 经常无路可行 我爸爸在做这个东西县的时候 他会说山上非常的辛苦 会碰到很多很多的 那个意外的事情 困难的事情 比如说没有路 那走出一条路 第一步当然是要先建一条道路 这个道路就是 你行建的时候的器材的运送 跟人员的通行 巡视路全长75公里 当年动用了上万余次的人力 于民国四十年三月底完成 当时连那个电杆 在台湾没所有没有 那个具有电杆 因为要开这个线路 要拘掉很多的树木 所以就地取材来做那个电杆 当时我们在建设算了五十年 还没没算电 都用人家的位 用小团团没听 中间都要拆机 红旗子起来所有的当中一顿都要穿穿穿穿起来 电线的话一大卷 结果就分成 人死了二十个人 一人在肩上电线这样扛过去 眼睛看着像一条龙一样 花工的时候 中工程师曾文贤 同学刷刷刷刷水董 中国的做地理是英政党 大家都做 联系我吃 希望尽量不要发生事情 这些人要看得很高兴 爸爸常常讲到他当年的生活就是上山 豪放工作 用大花工喝酒 跟有血泪的人一起工作 民国四十年十一月底 以县一百七十九座双感行墓柱线路完工 巡工典礼在万大殿厂举行 并由东西部火炬队于县界监力后 将火点燃于火炬台上 象征台湾东西电力已经连城一线 当时参与规划刑建的工程处主任蔡瑞棠 获颁七等锦兴巡章一座 及海陆空军包装 工事组组长杨金丛 也获颁海陆空军包装 我们家族认为最关注的 就是总统和总统帮花的契独讲座 东西联络县甲县的一百二十七座 细腰年转型铁塔线路 于民国四十二年九月完工 新总统讲工为此一大时代建设 请提光梯巴表 立普名声 为此段兼具工程及参与人员的功劳立下见证 如今旧东西县已走过一甲子时空 站在光梯巴表立碑前 令人不禁感配台电前辈的智慧与艰辛 他们完成了一项近乎不可能的电力工程 为早年台湾经济起飞照亮远景 也为后人留下令人缅怀的典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